再过12天就要进行的美国总统大选吸引全球的目光 而在这一天也将会同步举行美国参众两院的改选 众议院将会全面改选 那么参议院也会有三分之一国会议员 总共33席次会进行选举 国会拥有预算和法案的决定权 所以未来两党谁主导参众两院 同样会牵动世界竞技的格局 美国大选期间 国会参众两院同步改组 由共和党把职的众议院将进行两年一次的435个席位争夺战 而目前由民主党掌握的参议院也将进行三分之一席次的改组 美国的债务危机将在11月大选后 显得特别突出 两党间的政策互动将左右美国经济 在摇摆州与大选挂钩的参议院选举 也成了欧巴马与罗姆尼的代理战 是目前大选白热化的另一个观察重点 而罗姆尼在三场辩论后民调大幅上升 但两人的支持率相差仅在一个百分点 双方都不敢懈怠 欧巴马今天更是连跑四周 希望争取摇摆州选民支持 新唐亚太电视黄千锋编译 中国大陆本来就是个黑箱 国宅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些罪行 是不是王立军都已经向美国政府透露了 人们已经被捕虚了 和脑未被剩下的肩膀 当他们还热纸 仍然被沾绕 民集团 人民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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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